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又是我Coach Fui 上次講完手腕 今天我們講整個射球的系統如何做 好 第一件事 我們以前可能會學的 就是用手肘 控制你的拋物線 即使你平的話 OK 拋物線就會低 以前也是這樣的 好了 我們越近 拋物線越高 越遠 我上次講過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 上次講完就是 向上不要脫手 向上不要脫手 之後落碗 現在我們講 新式的射球好像Curray那些 你會見到無論它近 還是遠 甚至是三分線後一個車位 它們出手的角度 你發覺都是一樣的 很接近 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呢 射球的拋物線 已經是用手腕押出來 就不是像以前一樣 用這個 鑽去控制拋物線 無論我近 我用手腕押拋物線 阿豪又出來了 幫我撿球 不是 他又出來幫我走 OK 就算我們近的 我們都是向上壓個碗 壓下來的 軟一點 你發覺出手角度 都是一樣的 就是用手腕 壓個拋物線 OK 這球炒了 這球 軟一點 都是同一個出手角度 靠手腕押出來 有什麼好 好了 現在又請阿豪 我們又請到阿豪來幫忙 我想介紹給大家一個 我覺得很有用的射球練習 One hand shoot 不是單手射的意思 是在一隻手的距離之下 要射到球 OK 好了 一隻手距離 你碰到他的 不要騙自己 不要碰完他之後 走後兩步 我發覺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我教他 你射One hand shoot 也好 不是 我很害怕 阿Sir 我很害怕 不用怕 第一 他又不會拗你 如果不是你找過你喜歡的女生 一樣可以的 你會很開心 好開心 看到阿豪我不開心 好了 好 碰到距離之下 好 碰到距離之下 然後你射球 你會發覺你不可能中前 第一 你中前會很危險 你會嘴他 第二 你不嘴他 他會中你 不是開玩笑 其實最重要的是 你不能中前 你就必須向上下碗 剛剛講過 無論遠近 我隻手都是這樣的 因為這樣才能下碗 我們只是靠手腕 只靠手腕 押到距離之下 只靠手腕 押到距離之下 所以 在一隻手的距離 他都不可能能隔到我的 是不是 他不可能會 可以隔到我的 這個 就是這個練習的最終目的 你是向上 然後用手腕壓下來 記不記得射球力量的時候 講過一件事 就是 腳產生的力量向上 手腕產生的力量向下 就是這樣 現在第一件事 對 我在這裡 向上 用手腕 壓球下來 他能夠進入 你才能在比賽中射到球 因為 平時拿球 你會中前 你不可能射 因為在你法力點這裡 有防守 同樣 你做防守 這個人這樣射 你根本知道這個人 沒有可能射得到 你也不會近身 好 反過來 都在一隻手的距離之下 嘩 我射得入球 他要怎樣 他就要跳 一跳 我就可以過 好 另外一件事 射球系統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射球有四個大重點 射球 然後呢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接球 對 接球 還有呢 還有呢 描欄 你一定要看過欄 還有最後一個呢 是什麼 坐低 OK 好了 四個大重點 接球 射球 描欄 坐低 次序是什麼 沒錯 沒錯 是不是先接球 坐低 描欄 射 是不是 錯 記住 先坐低 接球 描欄 射 知不知道 為什麼 當你站高的人 接球 之後坐低 你 給了更多自己 不穩定因素 自己 因為你重心會飄浮 你動了 接 坐 射 你confirm不到每一次 你屈多 有時候會不夠力 有時候會夠力 大部分人都是因為沒有坐低 接了球 才射 你便衝前 因為你達了次 主要是這樣 好了 先坐低 球 描欄 射 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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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是 坐低 接球 瞄準 射 坐低 接球 瞄準 射 射 好了 你這個練習要加上到一手手上 過來 麻煩你 一手 一手 一手距離 好了 我以前一手距離 我打架一的時候 我唯一一個六尺六的在我前面 你找一個差不多的 差不多跟你差不多高 如果你是有要求的 你差不多六尺六高 一隻手距離 舉高手 坐低 接球 瞄準 射 明白嗎 你要在這個距離射得到 一隻手距離射得到的話 你就真正做到三協誓 很多教練都有教三協誓 我都有 以前也有很多教練教過我 但是你們真正的三協誓 記住 真正的三協誓 不是一個動作來的 是一個威脅來的 三個威脅 是不是 三個威脅 三協誓 應該是這樣解讀 是不是 當你接球 你是看著敵人的話 這個叫不叫三協誓 你的威脅在哪 你沒有威脅啊 什麼叫威脅啊 什麼叫威脅啊 你會不會覺得 你覺得走一走一走 跟你一起搭巴士 或者坐地鐵的人有威脅嗎 沒有的 是不是 你拿著一把小刀 你就覺得他有威脅了 正如 你一接球 你都不是打算射的 你威什麼協呢 是不是 沒有威脅的 所以記住 真正的三協誓 由射球開始 是由射球開始 也是射球最重要的一件事 好了 Defense 好了 練習 近一點點 停 一步 這裡 對了 一隻手 給我多半步 對了 好 交球 衝出來 抹我 你要在這裡射到球 在這裡 記住 看清楚 他可以騷擾你 騷擾你 他無法騷擾你 好 剛剛是否騷擾你 過一個你騷擾的範圍 對了 這裡 準備 威脅三協誓 球 他騷擾你 你過硬他 明白嗎 看到嗎 為什麼他要騷擾你 怕你射得入 他走到這麼近 又怕你射得入 你同樣一樣 同一個動作 他就跳 如果講假動作 一個最簡單 最有效的選擇動作就是 你有威脅 你入球 你射得入球 而且是一個 防守想像不到的距離 這裡射得入球 對手就怕 明白嗎 所以你記住一件事 三協勢 第一威脅 射 所有的威脅射了 你射得入球 你自然過得到 當然 如果你是一個超高速度的球員 超高速度 即是我沒有 我年輕的時候 都沒有高速度 沒有超高速度 你高速度的話 你可以 走進去 拉停 你可以這樣過人 但是 你說真的要問我 在一個高速度前面 怎樣放攬 我怎樣在一個聯防裡 鏟到攬 我可以告訴大家 你除了跳過那群 沒有什麼機會 怎麼知道 那群人都在 不是你的技術有問題 是你進攻選擇有問題 明明在一個射到球的距離 你偏偏要橙籃 明明在一個射不到球的距離 你要硬射它 為什麼要做這麼多這麼難的事情呢 為什麼不做好一個最好的選擇 令到自己最容易得分 不要向難那邊走 你越難 當然人家會 哇 我小時候都是這樣 我很希望人家 哇 打球 很想他們表演花式 很想他們 但是 不會贏球 你想贏 還是想哇 好了 今天 射球系統就講到這裡 記住四個重點 1 坐下 先坐下 2 接球 瞄立 射球 有沒有問題 OK 好 今天 完